你是我的寶貝 寶貝 你是我的寶貝 我本來要講台語 你知道人家都不想聽我怎麼辦 你是我的寶貝 好 我們先重複歌 1 2 3 來 今晚的寶貝 你看那個台東啊 其實這個材料是選得很棒 可是本來我跟阿龍是想說 先烤完烤一下 再放起司再燒烤一下 那我想說沒關係我們今天來挑戰一下 就直接起司上去 其實我們做造的菜一定要選這個台東 一定要選長 然後要薄 要遠一點 不能太過小或太厚 今天我們準備的這個是屬於甜椒種的青椒 跟一種傳統的那種青椒都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再薄一點點會更容易 再薄一點點的話 其實跟做這種菜的模式又不一樣 聽說你們除了台語歌之外 有一個國語歌在大陸也超夯對不對 對 其實之前大家知道說 大陸有一種網路情緒叫做 老鼠愛蛋 後來就是剛好印大陸那邊 算也是他們的傳播公司吧 他說因為很想找台灣人來唱一個 網路的歌曲 太近了 後來剛好跟我們公司結合 太近了 那我們就唱出一首叫 小強怕拖鞋 小強怕拖鞋 對 你可能會比較快 對 會比較快 剛才這樣剛好 這樣剛好 OK啦 好 要考多久時間 我們來考個10分鐘吧 10分鐘 好像是 好 要考多久時間 你看這個 這個 好 我們來唱那個 小強怕拖鞋 阿滴 別說小強怕拖鞋的信心 就是描寫你和我的關係 小強若是心裡頭不願意 有誰會讓人打下去 我愛你就是愛你 不在意 總說韻韻 小強的再拖鞋的 甜蜜的負擔誰能領 都不拍手 你看他們兩個 什麼態度 而且你們很快 你們明明唱是國語 但有一種 這就是 我跟妳講 這個就是我們的特色 對 真的 對啊 好 我們現在 綠油油的百寶箱 已經考了差不多10幾分鐘了 其實這個焦度 就是音樂的